即便下雨撐傘也要排 人潮繞了一大圈 喉嚨根本不夠長 民眾甘願冒雨 為的是雞吧 往前離開喔 新竹市加碼推出買爆券 200元無備券翻倍換400 3萬個名額中籤率16.3% 民眾一抽到就趕緊搶排隊 我們還加碼 在10月11月12月 我們都有抽獎的活動 不過另一頭首都的加碼 卻顯得兩樣勤 雄好券不管是店家 還是民眾參與度不如預期 延期一周就算了 還被爆要求基層公務員 幫忙推銷 您好 請問要加入雄好券商家嗎 就是像這樣一通一通電話 打給店家 還要仔細做問卷 為何不加入 理由是什麼 基層公務員就抱怨 不曉得是市府下令 還是誰自作主張 每個人都被分配店家 要打電話 議員回應 竟然要他們當推銷員 公務員還說 真的這麼好 為何要叫我們打電話 看看目前各局處 實行力最低的前三名 截至4號是產業局 體育局以及財政局 每一天把他們手上的業務呢 都往旁邊擺 然後每一天都在打 這個各個局處 都在打他們自己 狹下的一些場館 前面的我們的宣傳還不夠力 也就是說我們的宣傳不夠力 而原本10月8號抽籤的雄好券 延到15號 過了三天從77萬參與民眾變成84萬 電價數變1萬 柯市府加碼口號喊的大聲 但到頭來卻是基層淚快 TVBS 烏龜 李宗恆 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